警方拉起封鎖線 鐵工廠的地上血跡斑斑 因為這裡才剛被衛包彈轟炸過 鐵工廠的老闆被炸成重傷 緊急送醫急救 我讓一下 王歆男子的臉部灼傷 包紙紗布 右腳開放性骨折 但是左腳更嚴重 易經節肢 在金門醫院搶救穩定之後 再送往台灣醫院治療 全身四肢的部分 都有二到三度的灼傷 然後我們都做初步處理 骨折的部分都持高固定 警方調查 王歆男子和朋友 撿到一顆衛包彈 因為後期在金沙鎮 陽宅村的鐵工廠私自拆卸 卻意外引爆 可能之前有死貨相關的砲彈 不幸在切割過程發生爆炸 經過調查 這顆衛包彈 不是佛軍的彈種 但是因為金門地區 曾經駐紮十萬大軍 在當時留下許多彈藥 早期的民眾靠檢食彈殼 賣給鋼刀店為生 但這一次王歆男子撿到衛包彈 卻私自拆卸引發爆炸 不但糾成朋友的臉部灼傷 也炸斷自己的毒腿 記者李俊龍 林靜雯 金門 裁縫報導